李文貴先生 下位是李文貴先生 主席 首先我想用兩句駁斥 或者回應李小姐 我隔離兩位那位小姐剛才說的 其實她說別人不看條例 其實她自己就沒有看條例 因為這次修訂案 新增了一條條例 叫做非商業性的損害 包括精神、心理等等的損害 所以其實尤其是張先生 可以到時代表那位版權持有人 去charge我們 所以只要她喜歡的話 她可以 我不知道她怎樣可以 得知其他版權持有人 在心靈上或精神上受到損害 第二樣就是 那個版權那裡 她本身 那個 讓我看看 關於那個 我教那裡 她沒有改到的 那個 叫做 我不說了 不是 告訴我自己 其實只要見識過 知識產權處處長張錦輝先生 早於2006年出席 知識產權在香港 創作要作為創作的 座談會時候的發言 以及在今年6月 接受政府新聞網上 訪問時的新聞稿 和視頻片段內容 都已經知道 張先生對非商業性的二次元創作 和這個惡教等等 根本就是一竅不通 這道德將創作 當成投資牟利的商機 將二次創作定義為 貶選性的玩意 是的 貶選性 今次就是我們要澄清要貶選性 怎麼為之 貶選性一路以來 這條條例是沒有澄清過 將法例打造成為政治打壓工具 張署長甚至可能連以 惡搞和話故事運面的 這個史歷家都未曾看過 就胡亂換人作禮 其實要拍馬屁很簡單 只會拿和香港政府 有密切關係的密碼 密碼等等 來做例子 你已經可以拍得一皮兩香 俊偉帝明言 何不食欲味 來到今日 幾遍了何不買版權 質素智慧之下 何見一百文語 沸騰之下 上席義文為敵 一意孤行也都難以怪之 故此本人今天沒有打算 就當局有關2011年的 版權條例修訂的 草案之所有的修訂 增加和山岳提供任何意見 因為委員會必須先撤回草案 然後立刻解散 並且重組 才有空間討論下去 一味空談保障 創作人的自身利益 但連創作人 和版權持有人的分別 亦都模糊不清 一直闊論以安全港 保護面對潛在檢控 處於弱勢的 本地小型互聯網供應商 但忽略加入他們作為代表 在這樣的環境下還有什麼好談 不過一場上來 當然不會兩手空空 作為一位疑似的創作網民 今天我就要試一下 張先生就想張先生試一下 被惡搞的滋味在月下的情況下 有一段的掃把 惡搞經典電影片段來作見 本作品使用香港共享創意全名 非商業性相同方式 共享三點零售權條款 品大人 小民本原有惡搞 兩手片 時時亦有上網點 生活落無邊 怎知個張錦輝 他橫蠻堅尊善 不我親權目無天 考奪豪奪再作出權 讓民同他去反面 被他二十三條內打邊 有民意罵他欺善 研究被他捉了去政府 強姦一百片 一百片 醉入醉打人 怒肉慘無邊 他還將老司 逐出惡搞圈 流浪創作田 我為求創惡法 唯有繼續惡搞求不變 怎知個張錦輝 他實在太陰險 知道此陣營 竟修定暗算 精神名譽通通人磨面 無法律抗辯 抄家話未說 可憐老司刁牙面 仇恨更難填 我為求救老司 今日會破壞臉 竟修定暗算 在一面堂紮辭 在一面讀書篇 發誓的同意 發脆團來演出 從事之間監獄参職 指求永恆 竟修定暗算監 好 主席的人士都屬性好嗎 好 好 猴子